原古神话 宗教 和哲学 往往说着同样的故事 生命是怎么开始的 为什么地球上拥有数千万种 形态各异的生物 生物又该如何在不停变动的环境里活下去 自然科学在十九世纪有了化时代发现 细胞学说 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 以及生物演化论 让人类跨出史无前例的一步 达尔文提出演化论 打开生物进化的神秘盒子 而昆虫学家法布尔 更被达尔文称为 母与伦比的观察家 也是最早使用实验 研究动物行为学的人之一 地装上了 工资使用 都编与物 没泥充 等等 小杤 虹学家法 她的觀察主要就是因為她本身具有的科學素養 文學素養以及哲學的素養 簡稱科文哲 三學素養 所以在她對於她所觀察的科學素食 她能夠用她科學的眼光去加以細密的了解 除了這個觀察之外 我們說觀察是聆聽大自然的 是觀賞大自然的表演 但是因為她本身具有科學素養 她是一個哲學博士 所以她也深入去發掘問題 她也向大自然發問 大自然發問的話 就是她能夠採取適當的實驗方法 去求得所要獲得的一個答案 從泥蜂巢穴裡挖出的吉丁蟲成蟲屍體 都非常新鮮 像是剛死去一般 但法布爾認為這些獵物並未死亡 而是進入麻痺的癱瘓狀態 所以無法動彈 於是她決定對吉丁蟲進行試驗 證實自己的假設 然後 放在肩膀上 和在肩膀上的肩膀上 法布尔发现 透过电流刺激 这像是死亡的昆虫 所有的脚都呈现弯曲收缩的现象 直到电流切断 脚才又放松伸直开来 实验证明 狩猎风的猎物 不是因为某种防腐液的作用而不腐烂 而是它们根本没有死亡 法布尔认为 吉丁虫被它们可怕的敌人 置于这种半生不死的奇特状态中 它们因麻痹而动弹不得的身体 正好能让狩猎风的幼虫 在虚药时享用 法布尔他做的这些实验 很多的部分是在验证之前的一些说法 那比如说在本能部分 或者是在昆虫辨识方向这些部分 他就发现过去的很多讲法可能是不对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比较新的观点来说 可能会是什么 法布尔今年四世一百周年 我们再回去看他研究的时候 这时候就很有趣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百年后的知识 的确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被回答一部分 或者是比较完整回答 像那个寄生风去钉的那个中丝这样的问题 现在就有一些比较深的研究 甚至比如说这个寄生风钉在哪个地方 钉在什么部位 然后分泌了什么东西 然后作用是什么 可能抑制了这个猎物它的什么行为机制 让它不能动但是不会死掉 这东西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在巢穴周遭狩猎的红族细妖风 先用折针攻击中丝 再用大鳄咬住它的触角 六族则紧抱着中丝瘫软的身体 它用大鳄和前族袍挖 打开精密掩埋的巢穴大门 这个巢穴是孕育下一代的温床 同时也是猎物的墓室 红族细妖风卵被牢牢地铲在中丝的胸部覆面 红族细妖风妈妈 弯曲它的前族腹鞋 将土壤回填到巢穴入口 利用肌肉收缩带动头部将土壤夯实 缜密地将巢穴入口紧紧密封 再也没有任何一只小虫可以擅自进入它的巢穴 可是法布尔一生不得志 因为科学人不看好它 为什么 因为它在它的昆虫的观察里面 加入了大量的荷马史诗 哲学对生命的思考 然后民俗故事 它透过种种种种方向在看待生命 科学人会觉得说这些都是什么 对科学人来说他们要的是推演 一步一步 我看到这个推出什么推出什么 可是它加了大量的那些东西 有的没的 所以科学人觉得 对这个东西有点忽略 remarquable père de famille en vérité que c'est faux soyeur combien nous sommes loin avec eux de l'insouciance paternelle règle générale de l'insecte qui lutine un moment la mère puis l'abandonne au souci du sort des fils 可是后来它也跟文学 擦身而过 为什么呢 科学人质疑他 是因为他放了大量的 跟科学不相关的 生命的情境的东西在里面 可是文学人也质疑他 为什么 因为文学人觉得 他的东西算不算文学 不知道 因为他里面引用了 大量的科学知识 所以他当初是寂寞的 为了帮助植物学家雷基安 撰写图鉴 法布尔开启了植物学生涯 博物学家莫甘唐冬的一席 鼓励的话 更是将法布尔推上博物学之路 而身兼医师 與昆虫学家的雷翁杜弗 所撰写的论文 则让法布尔一脚踏进昆虫的领域 比如说在他那个时候 由于他是具有物理学 以及数学的这个学位 所以对于一些问题 比如说是浮风的造草的这个问题 他就可以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 数学的角度看出浮风的造草 这种六角形的结构 以及材质的选择 还有符合这个热力学的这样子的原理 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我想这个是 发前人所谓发的一些这个意见 这也是他哲学省书里头 提供给了很有启发性的一个地方 中文字幕提供 3 seulement peuvent s'agencer de façon continue sans intervalles inoccupés le triangle équilatéral le carré l'hexagone lequel choisir son guépier de forme sphérique est enveloppé d'une enceinte de grandes écailles convexes sorte de tuiles qui soudés l'une à l'autre et disposés en couches multiples laisse entrer le de vastes intervalles où l'air se maintient stagnant la guêpe frileuse connaissait avant nous l'art de conserver la chaleur la physique nous enseigne l'efficacité d'un matelas d'air immobile entre deux cloisons comme un sac au refroidissement donner à l'enceinte du nid la configuration qui sous la moindre enveloppe enclos la plus grande capacité adopter comme cellule le prisme hexagone qui fait économie d'espace et de matériaux son acte de science conforme aux données de notre physique et de notre géométrie chez les guêpes ici les larves comme un navet à l'am à l'étonne les animales sur la chaleur la puissance les aînés la puissance des menses 也有助于它们对抗地心引力 大家都知道 法布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昆虫行为观察学家 它观察到很多很多 有趣的一个现象 可是我们也知道 在法布尔的那个年代 对昆虫的了解 对昆虫知识的一个背景 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了解 所以有些现象 虽然法布和观察到很有趣 可是它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 甚至它自己也曾经讲过 有些答案可能大家也会没办法知道 而只有这些狩猎风自己知道 可是在经过这一百多年来 我们对于昆虫的一个了解 我想这些问题 不但狩猎风它知道 我们也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其中包括我们对结构的了解 包括我们对这些昆虫生理的了解 那应该我们就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好文他称赞法布尔说 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观察家 但是在科学界里面 也有人提出质疑 譬如说法布尔的写作方式 它不是正常的科学论文的写作方式 它没有前年 没有前人研究 没有材料方法 也没有结果与讨论 甚至也没有参考文献 所以他的写作方式 其实是有别于一般科学论文 所以在当时法国的整个科学界里面 其实不把法布尔当成是一个昆虫学家 他们认为 他可能在文学上的照应 可能比科学上来得更强 因为我长时间用声音来关注大自然 所以我觉得在法布尔这系列的书里面 它特别是对于声音 这个昆虫声音展现出来的一种描绘 也非常地吸引我 那它当然不光是昆虫的声音 它甚至连鸟类的声音 人类创造声音的一个演化的历程 它都可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叙事架构 从乐器的演化 人类聆听音乐的一个演化 进入到鸟的一个声音的演化 它都让我觉得说 那简直是一个音乐史的概念 Cert, les sons ne manquent pas Faible ou puissant Dou ou solennel La tempête qui mugit à travers les bois échevelés La vague qui déroule sa volute sur la plage Le tonnerre qui gronde Dans l'écho des nuées Nous émeuvent Par leur note majestueuse La brise tamisée Par le menufeuillage Des pins Le susurrement Des abeilles Sur les floraisons Printanières Charme toute oreille Douée de quelque délicatesse Mais ce sont là des sonorités monotones San liaison entre elles La nature a de superbe son Elle n'a pas de musique La nature a de superbe son 然後流出最大的空間 去做那樣的聲音的共振 所以我覺得那樣的描述 有別於我對於昆蟲 其實特別是禪的一種想像說 哇 原來一個昆蟲 居然去把身體的演化成為 只是因為要這樣子的一個名場 一些時間要填ал不戇 澇 neurological Apr Со gera 接工比船 隔縁話 �eremos涵 壁 Lei 出頭 是 出頭 馬上 大多 巨大 美 session exactly the old one between the medium the both of the the feeling it's开軽 and it's almost suddenly the red part also the black part mise at top by its ruptures the red part 这是一个 它尼 MA zone际出的头 too 风际肌痊在 Photifier 整个 Lite潮上部 Lie2020 封注写 remedy mindfulness bright èread嗯 竿参口 从来的牛 dressed 身体的身形 是颗糊在左右 given了居堂,下的肩膀, 有最厮的肩膀會出現了 最完美的肩膀。 尋尾,直至新加上浩, 扭曲出來, 吊出出所, 排出出的肩膀。 在迅速, 在革命中的出竹灭, 整理由的病毒是相估的 出發瘡的手指 在腿上回到 推出了平衡的臉 手指在高下 拖指的股臉 肌臉部 保管瘡的股臉 而且封面 封面的股臉 是成了拔 把手指施 終了 他在讲到像是中丝 或是讲到蟋蟀 这样子的一种 鸣虫的介绍的时候 你会觉得大 真的是叹为观止 因为他在去描绘 这种昆虫的鸣唱的时候 他会对于这种发声的 一个乐器的本体 有如琴的一种弦 或是弓的一种演奏的一个 一个结构 他连他的翅膀当中 有几个零尺 他都会告诉你 那个绝对的数字 所以你真的会觉得说 法波尔为什么可以 做到这么细节的观察 好 有没有人喜欢昆虫的 我喜欢 都喜欢昆虫 那你们一定要认识 法波尔爷爷 对啊 我觉得他长得很漂亮 你看 好鲜艳的翠绿色 对不对 他们会钓一根细细的丝 垂下来 风一吹 他就摆当 那就是他的鞦韆 所以他跟你们一样 会当鞦韆 他第一个把实验室 带到户外 你知道大家都在 显微镜底下 看昆虫的切片 这些解剖的时候 法波尔他就意识到 他要的不是这个东西 他要的是一个活泼泼的现场 他要看的是一个生物在现场里面 他的整个生活的情态 还有跟周围环境的结合 那个才是一个完整的 我们现在谈自然谈体系会扩大来看 其实也是因应环境 但是法波尔在那个时候 他其实就意识到了 所以他第一个把实验室带到户外的现场 Voici à l'œuvre les coléoptères vidangeurs à qui est dévolue la haute mission d'expurger le sol de ces immondices on ne se lasserait pas d'admirer la variété d'outils dont ils sont munis soit pour remuer la matière stercorale la dépecer la façonner soit pour creuser de profondes retraites où ils doivent s'enfermer avec leurs butins ils représentent à peu près seul l'activité pendant les jours torride 如果身为一个科学家 你要想到的是 怎样解决一个科学问题 或者是怎样解决 一个生物学的问题 那昆虫是什么 昆虫就是一个 很好的材料 它可以让你提供 可以很好操作 可以很好饲养 花費很低 然后不太会有追赫感 这样的一个研究材料 它可以回答 很多很多 生物学上的问题 所以昆虫 真的是一个 非常棒的材料 那西方有一句 谚语 德文的谚语 叫做 Maxima in minimis 叫做 在小处看到大的 最大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比喻 我们在昆虫身上 可以看到很多 生物学的问题 演化学的问题 生物学的问题 各式各样的问题 所以如果回到刚才 法布尔的研究 我觉得法布尔 他就比较没有说 我是一个昆虫学家 这样的一个反应 他觉得这些生命 他为卑微者喊万岁 然后也为这些 小人物喊万岁 因为他都从那个细微里面 看到他不可忽略的部分 文字幕提供 在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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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饵了 的村子 展开 并道 对港 被風投入 下大刀 把缘 的 那麽 和尔与 之类 的 人 写 我自己觉得从他这里感觉到 所谓的天心体悟 其实生命是平等的 平等到即使它很微小 它也无比庄严 所有的生物都好生 都习生 爱生 被他对生命的 这种很细微的地方震惊 他可以观察一个蝴蟹 然后藏起手后 我觉得都很令人赞 Sur la planète des premiers âges admettons une plante pour défricher le roc un puceron pour exploiter la plante cela suffit l'alchimie vitale est fondée les créatures de haut rang sont possibles l'insecte et l'oiseau peuvent venir ils trouveront banquet servi les pattes sont armées de doubles griffettes en crocs de romaine le dessous des tarses porte épaisse brosse de cils blanc avec cette chaussure l'insecte grimpe très prestement sur les parois verticales les plus glissantes il peut le dos en bas stationné courir à la façon des mouches sur le plafond d'une cloche de verre à ce trait seul se devine le subtil équilibre que lui imposera son travail sans être exagéré comme celui des balanins le bec le rostre courbe et vigoureux se dilate au bout en spatule que termine de fine ciseille c'est un excellent poinçon dont le rôle intervient tout le premier en spatule 科學院的博士學位 1866年 他當上阿維尼翁勒坎博物館的館長 法布爾在柯西加島擔任數學老師 工作之餘 他也在最愛的自然裡 無時不刻仔細地觀察 並進入島上每一個植物和昆蟲 法布爾本身他是四位學校畢業的 所以他一直在從事教學的工作 所以他在教學學生的過程中 他就非常清楚了解到 做一個教學的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說 不只要自己能夠對這個題材 是一個很深刻的理解跟掌握 更重要的是他要怎麼去跟這些學生 是多害怕 如果在靠近的魅力 出入空間 讓你去取取出的機會 來自賠賞 在太多負賞 這張的機會 在所有的蚊蚣上的蚊蚣上 在那裡,在柚子上的柚子上 在高峰上的柚子上 在外面上的柚子上 在柚子上的柚子上 在柚子上的柚子上 我們在用鏡頭去觀察這些蚊蚣的時候 基本上,華布爾在寫《蚊蚣記》 基本上精神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透過我們的鏡頭 去觀察蚊蚣各種有趣的行為 然後去拍攝、去做紀錄 做一個像華布爾這樣的一個自然觀察者 當然他是用他的眼睛去觀察 用他的大腦去思想 可是我們的工作 是有更深的一個困難 就是說我們不但要看到 而且我們要能夠把它拍到 而且你看這個困難 這麼小的一個主題 那要去掌握它 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們要去觀察 我們要去觀察 吊臥 et sous la poitrine lamelle gazeuse qui resplendit ainsi qu'une cuirasse d'argent voici les notonectes qui nage sur le dos avec deux rames étalées en croix les nepes aplati à tournure de scorpions voici sordidement vêtue de bou la larve de la plus grande de nos libellules 所以我就记得他提到的 在毕寨鹅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问到说什么是美 那他就说 美不是因为美而美 他说自然的所有的一切 不是因为美而美 美是因为爱而美 这句话真的让我觉得 读来非常的感动 这些动物 这些昆虫 之所以让你觉得 这么的迷人 这么的美 我想因为就是因为 法波尔这么的爱这些昆虫 很多人会认为说自然观察 我们一定要到这种荒郊野外啦 崇山峻岭里面 最好是鸟无人烟的地方 那个是可能昆虫会比较多 但是我必须说 我自己在观察生态 我常常会一个人 拿着相机到楼下走走 因为其实在花圃里面 在我们楼下的中庭 或者甚至路旁的小公园 就有非常多的生物可以看 他沒有膝蓋,似乎沒有膝蓋 另一位,壁壁,回到膝蓋 繼續穿著,穿著穿著 其餘的寂寞 而這男性的膝蓋,堅固的 繼續有需要 在我的書上有一個章節叫做 《殺膚狂想曲》 那其實裡面所描繪的整個劇情 跟法布爾書上面寫的情況是一樣的 但是在野外觀察的時候我發現 我說奇怪,這隻綠色堂囊身上 怎麼會有一隻像樹枝的東西 後來仔細看,發覺是一隻公的堂囊跳上去 那跳上去以後這隻母堂囊速度很快 我相機都還沒準備好 他已經把公的勾過來,開始啃他的頭部 可是這隻公的就立在母的堂囊身上 他還不放棄 等到母的堂囊把公的前胸背板的上半部 等於是捕捉族跟頭都啃掉的時候 這隻公的他的腹部 持續的在探索怎麼交配 那也在這個當下,因為我在旁邊拍嘛 我就看得很清楚 如果這個母的堂囊他有交配的意願的話 他的生殖瓣會打開 讓公的生殖器可以勾進去 完成一個交配的動作 那後來我們整個慢慢慢慢慢慢發覺一件事情 就是那隻母堂囊邊吃 慢慢地他釋放了交配的意願 這隻公的堂囊就這樣沒有上半身的 只靠下半身思考完成了他整個交配的行為 那整個照片這樣一連串看下來 我真的覺得這是太詭異的一件事情了 為什麼他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這是在法部的書上所探討 跟我們所喜歡想要去瞭解的 L'amour est plus fort que la mort a-t-on dit Pris à la lettre jamais l'aphorisme n'a reçu confirmation plus éclatante un décapité un ampute jusqu'au milieu de la poitrine un cadavre persiste à vouloir donner la vie il ne lâchera prise que lorsque entamer vend siege des organe procréateur 那法部 他除了是一個老師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博物學家 雖然我們最知道他的那個部分 是在昆蟲 因為他寫的昆蟲記 整套的昆蟲記 但是其實像他在植物學 他在真菌學 這些部分 他都有相當深入的涉獵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他在自然觀察的時候 他什麼都看 所以不是說 我是昆蟲學家 所以我就只去看昆蟲 並不是這個樣子 他不會說 我對甲蟲有興趣 我就只看甲蟲 也不是這個樣子 而是他去全班看這些東西 然後他發現他有趣的部分 他就一直往下去追問 所以他 有時候你會看到 那個昆蟲記裡面 問的通常是一個很普遍性的問題 沒有土壤保護的墨蟲若蟲 會製作泡巢 保護自己不被天敵侵害 墨蟲的若蟲 會一直棲息在安全的泡巢中 吸食樹葉 直到羽化完成後 才會離開泡巢 墨蟲是喜歡 以頭下腳上的姿勢 取食的木質布取食者 吸收大量的木質布置葉之後 不斷由肛門排出水分 水分藉著地心引力往下流動 慢慢地將墨蟲的腹部包圍在液體中 而墨蟲的腹部在第七、第八節 具有被氏腺 被氏腺不斷地分泌黏液 與肛門所排出的水分融合 使整個液體都帶有黏性 這時候 墨蟲會收縮它的腹結以及腹板 吸收汗汗 清晰水分藍 清晰水分藍 不稍微降落 而下山蟲 它是半空中的水分藏 在半空中的水分藏 沒有距離 工程開始 為蟲蟲的藏蟲 我們有兩種方法 一種拆除 雲的蟲 分泌的脹瘍 它不断地发问 不断用它的科学方式 去寻找寻找答案 在野外收集data 来其实是test hypothesis 是来测试它的假说 它有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它是很科学 1877年 惹爱大自然的儿子 逐尔过世 年仅16岁 法布尔 画悲伤为力量 动笔写下 所有来不及对儿子说的 关于昆虫的观察和知识 两年后 如史诗般的昆虫巨作 昆虫记手卷面试 昆虫记迄今 已被翻译成 五十多种文字 与数十种版本 我觉得对我写作上来说 本来文学比较讲究的是文学的美感 但是从读了法布尔之后 我觉得它里面让 所谓的文学的美 加入了一种知识的力量 那知识的力量进来之后 你会仔细地想 这个背后还有它更深的 是我们不知道的意涵 其实像法布尔 他观察昆虫 第一个是他的年代遥远 第二个是我非常羡慕 他有那个环境 有这样的环境 让他可以细细地观察 其实我最初是从折子开始入手 所以我很多东西创作 是从一张子的思考点 然后呢 基本上很多的昆虫觉得 我们所容易看到的 都是有翅膀的 所以我现在发展出 一对翅膀的一个动法 一个简单结构 而这机械结构呢 最容易联想到的一些生物 我们就可以由这个联想到的生物 开始发祥气 例如说 蝴蝶 第一刀 咔嚓 蝴蝶 做第一直觉 接下来呢 蝴蝶有两对翅膀 我们必须在中间 再去掉第二组角 第二组 三角形 这就是直觉观察法 然后投射到创作的领域 触角出来了 这样一来一只蝴蝶的基本架构都有了 然后透过剪绘的方式 把剪刀当成画笔的方式 这风景就完成了 然后 我希望试试试试试 那些蝴蝶 并不是带着一样的香味 观察 观察 再观察 因为很多人对大自然之所以不害好 就是它跟大自然的距离非常遥远 尤其住在都市里面 你观察以后你会问问题 那蝴蝶为什么要 为什么是左脚先跳 不是右脚先跳 或者是为什么是后脚蹬起来 或者是什么 你会有很多的问题 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是昆虫 我最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身上的斑点很酷又小只 我画的是嫖虫 因为它很可爱 小孩子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大人都是 有时候是不让它问 或者是没有引导它去问好的问题 我画的是秋行虫 你持它上面 尖的上面有长的毛 我画它的原因是 因为它的脚可以当武器 人家说你问对的问题 答案就已经来了一半了 就已经有一半的答案了 就是有脚 然后那个脚很酷 因为我最喜欢飘虫 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会飞也可以在陆地上滑 飘虫小小只的身上有很多斑点很可爱 我喜欢蝴蝶的原因是因为 它很漂亮 它的宝宝中间会亮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燕鹅 我想要介绍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身上有很多的颜色 我画的是飘虫 因为飘虫上有点点 在这边 因为它还会摆姿势 饲养 好 让它能够饲养它 其实很多的疑问就会消失 因为在饲养的过程里面 他们可能会去查资料 可能会请教专家 汤狼吃什么 它是肉食杏 对不对 那我必须要帮它找到什么样的食物 有一些它们原本会提出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们就可以解决掉 培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外 其实饲养昆虫 它们会有情感面的部分 学会怎么跟生命去做互相的尊重 法布尔自己生命当中一个很成熟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观察者 他生命当中经历的所有的生命的七起伏伏 都可以透过这种围观世界当中的 小小生命的展现 而获得了更多生命的一些择思 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更能够上通宇宙 跟这种生命的一个很宏观的一个探温 由于它的科学素养 它从事的一个实验的角度 所以它的所有的东西可以讲历久弥新 到现在还能够影响很多人 而不但能够移情而且可以抑制 所以这个是在科普文学作品里头 可以说还是一个花时代的典范 孔子说 知之者不如耗之者 耗之者不如乐之者 那法布尔就是乐之者 单一只有文学 然后再融入科学之后 这里面开始有了新的一个文体 叫做科普 它对人类来说 我觉得也是书写上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涵 透过法布尔的描述 我觉得从它的文笔里面 我们深深感受到 其实人类还很渺小 我们其实还很无知 大自然里面 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知识 就是说我们有必要用那么坚色 用那么冰冷的方法来介绍科学 我们不能用更生活化 然后更亲民的方式 我们所谓宗明科学 来让这个科学能够 走入到人群里面 所谓宗明科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